好 民进党的初选之争呢 许姓郎突然加入战局 现在形成了苏蔡许三抢一的局面 不过党内人士还是分析 应该还是以苏贞昌 还有蔡英文两派势力对决为主 那么这个选战的策略上呢 两个人都延续五都选战的风格 不过最近蔡英文她以议题政策为公式 而苏贞昌则是以发现台湾自信心为主轴 一个是用说的 一个是用听的 来抢攻党内提名 宣布投入初选这一刻 虽然站在田中央就像脚踏台湾土地 有别于民进党传统造势活动 蔡英文宣布参选记者会 也不摇旗呐喊走简约路线 苏财阵营都延续五都选战风格 拨这两天蔡英文抢先抛出核能政策 要打的就是议题战术 提早让很多重要的政策 跟人民沟通 跟执政党沟通 跟党内沟通 那这确实是必要的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个团队我想是 与其说是因为团队的成员 不如说是主席个人 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风格 初选就先拉高层级 参文着重国家政策 但孙昌坚持走向基层 要用台湾人的眼光看未来 从过去希望能够透过市民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其实国民视野 是更扩大这个范围 希望从人民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透过人民的眼睛来看他们所遇到 这个是从下而上的 孙昌做本土关怀 参文抓重大议题 在初选战场上先做商品区隔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日本福岛核电